一班病房 而这几天 她的体力逐渐恢复 可以下床走一段路 她说自己差一点就死了 欠医护人员一条命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也再度发表谈话 鼓励民众 光明终将会战胜黑暗 转出家务病房 获得医护人员热烈的掌声 英国首相强森的斗志 让英国上下为之振奋 她发表入院以来的首度声明 感谢所有医护人员 她欠他们一命 亲近人士透露她差点就死了 幸亏大家奋战到底 目前强森在一班病房 病情稳定好转 已经可以下床 体力足以走一小段路 其实她本来应该 提早三天住进医院 当时医院接获通知 准备好迎接首相 却看到她出现在电视上 站在首相官邸前 拍手感谢医护人员 据说她很排斥入院 直到病情急转直下 她也收到了怀疑未婚妻的 手写情书和宝宝的 超音波照片 为她加油 而93岁的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 首度发表了复活节谈话 两分钟的影片中 女王没有现身 只看到摇曳的烛光 不到一周前 她才发表电视演说 如今在温沙堡录制谈话 再为子民打起 而复活节周末天气好 大拼英国人走出户外晒太阳 大街上公园里放风 无视政府劝导要待在家 让警方如临大敌 请人们保持社交距离 英国禁足令 允许民众一天出门运动一次 也可以上街采买日用品 不过不少人已经戴上口罩 或者开车去餐厅外带 得来速前排起了长长的车阵 过节也要提高警觉 记者最后报道 是不是 双全于